为什么下雨天开车容易打滑呢 是因为有一个物理现象叫做水滑 当轮胎碾在积水路面上向前行驶时 它将要面对要么排开 要么吞下自己前面那摊水的局面了 但其实这并不是二选一 两者同时都是在发生的 只是看哪个多一点罢了 我们来假设 你用的是像F1那样的 完全就没有花纹的光胎 那遇到的就将是比较极端的 全部吞下的情况了 由于排不开水 轮胎就只能推着前面的水一起跑了 它们将会越积越多 也越长越高 逐渐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 顶在轮胎前面的用水做成的鞋子了 你以为它会很软吗 不 就算是你曾经从仅仅一米的跳台上 撞到过水面上呢 就能明白当速度起来之后 它们有多硬了 于是这个水鞋子呢 就将你的轮胎顶了起来 硬是在地面之间制造出了一个缝隙 让自己钻了过去 被动的 你的轮胎是不是就吞下了这些水呢 但后果就是 你现在不是在开车 而是在开船了 因为跟轮胎接触的 已经不是路面换成水面了 你引致一切对汽车的操控都将失灵 然后就认着它滑去吧 很可怕 这就是为什么轮胎都要开槽的原因了 尤其是那几道纵向的深槽 它们可以允许大量的积水 从中间排到后方 减少水滑的发生 所以其实连F1都是由雨天专用的 带了凹槽的尸胎的 而大型科技的轮胎也有很多到既深又宽的 纵向凹槽刻在其间 但这就能解决全部问题了吗 当然不是 我们一开始就说了 排开和吞下是同时都在发生的 谁多谁少 跟你用什么样的胎 跟雨下的有多大 跟你行驶的有多快 满载还是空载 统统都有关系 最近我看了一段视频 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我曾经有过的一个危险认知 那就是如果我开的是一辆性能不错的大车 用的又是新赞赞的好胎的话 那雨天高速保持一个200米的行车距离 肯定是安全的了吧 错 你看这段视频 连测试小哥都不淡定了 用沙带模拟满载的MPV后 从时速100踩下刹车 你猜猜看用了多长的距离 最少也要240米 有的车型车辆居然划了300米出去之后 还剩50公里的时速 这就相当惊人了 我在这就不进一步展示了 想要了解更多可以打开董车地APP 搜索董车地评测 你就能看到这几款热门MPV车型的刹车实测表现了 所以最后咱们总结一下 雨天高速一定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和安全车距 另外去买车的时候也不能只考虑外观 内饰油耗和舒适性等等 像轮胎的排水性这种非常重要的安全指标 也是要认真考虑的 尤其是咱们南方雨水比较多的城市了